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这里多谢昨晚打电话上来的观众和网上留言的网友 由保安斯与联花卫视联手打造的2017平安浩江景民深春联月晚会 已经在2月8日圆满的录目了 那么精彩的表现都得到大众不少的好评 我们还举办了观众最喜爱的景民春晚节目的大众投票活动 观众朋友每天每天都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那么今晚我们将进行观众最喜爱的景民春晚节目的颁奖典礼 还会在参与的观众朋友中抽搐50位幸运的观众 那么今晚我们还邀请了两会观看着景民春晚的嘉宾 一起和我们谈谈关于还原景对文化深化景民关系的话题 介绍他们先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立法议员宋碧琪小姐 宋理员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澳门物业管理业商会会长谢斯芬先生 谢森你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延光幕送面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好了那现在的时间 我们先去一下颁奖典礼的现场看一下 平安豪江观众最喜爱的景民春晚节目 颁奖典礼 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联邦卫视董事台长 李志松先生支持 有请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喜悦的心情在这里 为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 做一个简单而隆重的颁奖典礼 回首平安豪江201期 紧名新春联谊晚会 我觉得点点滴滴 记忆深刻而鲜活 因为这台晚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 也写下了许多值得骄傲的记录 首先平安豪江景民春晚 是澳门第一台大型的景民联谊晚会 开创先河 我记得在彩排的时候 马耀全总局长和我说起过 说他从仅36年来 这是他参与的最大型的一个景民联谊晚会 的确 从彩排到演出 这台晚会先后有3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 15个节目当中有8个 是由我们警方人员独立演出的 有3个是景民和演的 而4个节目是特邀以及社会人士演出 全场90分钟的节目 可以说是主题鲜明 表演专业 习庆祥和气氛热烈 这不仅仅是一台景民同欢联谊的晚会 我觉得它更是当下澳门景民和谐关系的 一个真实写照 其次呢 平安豪江景民春晚 是一台有思想接地气 创意心传播广的晚会 这台晚会 我觉得它紧扣了景民关系 这个景民同台携手献疫 我们平时严肃执法的警察 在舞台上展示了自己多才多艺的另一面 而我们各警种各部门的工作 也通过全新的创意 用艺术的方式 在舞台上进行了巧妙的展示 中央媒体 澳门本地媒体 对此都进行了大量而详持的报道 保安部地级部门和莲花卫视 为此也推出了三十多条的图文短片 在社交媒体上触及了二十多万用户进行阅读和转发 这台晚会可以说是广为传播 广受关注 成为一时的社会热点 第三 平安豪江景民春晚 本身就是景民合作的一个典范 也是景队近年文化建设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在整个彩排期间 我们的景队人员是非常辛苦的 他们既要兼顾工作 又要兼顾排练 常常是放下枪 就拿起麦克风 脱下制服 换上便装 就直奔排练场 大家对每一首歌 每一支舞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镜头 都是精益求精 合作当中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保安部队 纪律严明 专业高效 全心全意服务市民的辛苦 尽心尽力 守护澳门平安的忠诚 莲花卫视作为主办单位之一 我们能够发挥自身的传播平台的优势 也发挥各位同事的专业的特长 携手保安部门 一起来为市民奉献一场精彩的晚会 我们也觉得十分地自豪 在这里我也特别想向 黄司长和保安部队所有的朋友们说 能够跟你们合作 也是我们的骄傲和荣幸 也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继续来一起深化警民关系 一起来守护澳门的平安 最后呢 我想向所有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向今天所有获奖的优秀节目 表示热烈的祝贺 谢谢大家 感谢李台长 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有请澳门保安部队及部门代表 治安警察局行动厅 吴素平厅长 讲讲他的感受 有请 各位晚上好 今晚很高兴出席 平安豪光观众最喜爱节目的班长 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各位同事 讲一下我们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我代表澳门保安部队及部门全体同事向莲花卫视 李台长所率炼的专业团队 因为你们的精心策划专业设计和细心指导 令到我们首次举办的大型文艺表演晚会非常精彩和成功 获得了行政长官、观众朋友们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晚会一方面展现了我们保安部队及部门全体人员维护社会稳定的信心、能力及铁汉形象 揭示了警民关系的重要性及警民合作的良好成效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同事透过系列的节目发挥他们表演的才华 展示他们铁汉背面的温情、游情 大大地拉近了警民之间的关系 晚会后,我们的市民及社会各界都对我们这次演出吸引了很多赞赏 我认为,这不仅是对这次晚会在艺术表演形式及表演水平的赞赏 更是对我们全体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前线执法人员的工作的认同 透过成功的检出,我与各位参与筹备与演出的同事一样 都充分感受到日常执法工作的不平凡 也都体会到警察职业的重要和神性 而且,我亦相信透过观看演出,全体前线和基层的执法人员 都会为我们日常的执法工作得到市民的认同、肯定和支持 感到非常自豪和鼓舞的 表现中所展示的虽然是警民关系的缩影 但是,已经充分表现了我们社区警务的工作良好的成效 以及警民关系的和谐 因此,我们都觉得能够成为警队的一员 而感到非常骄傲 迟至今日,我仍是沉醉在晚会带给我们的 自豪、鼓舞及骄傲的情绪里面 我相信很多同事都是同一样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亦都相信,亦都清楚 晚会只是对我们过去高校执法工作 和和谐警民关系的艺术展现而已 而未来我们的工作依然是任重而导演的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今次市民对我们的肯定、认同和支持 作为新的起点 以晚会带来的自豪、鼓舞及骄傲作为新的动力 在未来的日子 更好地履行我们的法定责任 为澳门的社会稳定及市民的安居乐意 作出更好的承担 警惠民、民助警、警民一家 是保安当局做好执法工作的方向 让我们继续推行 警民合作共建美好澳门 最后让我代表大家 向今次晚会台前幕后的所有人员 致以最成功的敬礼 感谢吴听奖,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是优秀奖 首先我们会颁发第一组优秀奖的节目 它们分别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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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一生要激怒 世上破裂伴多线 大丈夫一生要喜折 龙头身旁已深切 无上故事发生 伴随路灯 听风呼下我声音 无尽此意信念 埋藏爱心 再也不奉行 同众歌血声难以 愿动世间闯日词 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 成败也不再有意 用我的真心振意 怀着斗志向竞争的权去追 人生有得书意 人生有得书意 能改于我的世界 现在有请颁奖嘉宾 布满年花卫视董事台长李自从先生 为第一组获得优秀奖的节目颁奖 有请 感谢李台长 庆尾楼报蜜与获奖者合照楼莲 恭喜各位 下来我们正将颁奖的是 第二组获得优秀奖的节目 他们分别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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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请颁奖嘉宾 澳门海关王有力官奖 为第二组获得优秀奖的节目颁奖 有请 感谢皇冠奖 请你留步并要获奖者合招留念 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是 第三组优秀奖的节目 他们分别是 来来来来来 here 来来来来 那今次你想下雨 世纪深海座 擦蓝美好丘我 别问今天担病为什么 藏兵就是报家为国 我们选择把青春献给祖国 好难而就要有只人奔色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只想梦里留一醉醉 莫纳青春独明天 你又借情换赤霜 谁人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谁也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现在有请班长嘉宾 警察总局马耀拳局长 为我们颁发第三奖 获得优秀奖的节目有请 感谢马独掌 请你留步 名誉我们的获赏者 合照留恋 请你留步 请你留步 恭喜各位 接下来我们即将办法的会 是观众最喜爱的 景文春晚节目 前三名 他们分别是 第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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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 动 警察 Duke 离开 收到图箱子 怎么能够帮你 去 comma 去 festivals 作曲 李宗盛 我是子弹 钢铁一直无阻挡 我是子弹 铸铛是我的情歌 我是子弹 铸铛看谁敢嚣张 我是子弹 渴望小野芬芳 我是子弹 迷恋战起飞扬 我是子弹 铸铛是我的生命 我是子弹 很想随附野荣光 现在有请颁奖嘉宾 保安师黄小泽司长 为我们颁发贯押贵军的奖项 有请 贵军的是24小时的守护 亚军的是凤凰烈盘 冠军的是 我是子弹 恭喜各位请黄小泽司长和得奖者合计留恋 再请各位留步 现在我们有请黄小泽司长为我们抽出50位的幸运观众 请黄小泽司长准备 3 2 1 感谢黄小泽司长并请各位就座 幸运观众的奖品将会是保安师核下各个部门送出的证明 礼品50位幸运观众的名单 将会在莲花卫视官网 以及莲花传媒的微信号公布 敬请留意 平安逃光 观众最喜爱的景民春晚节目 颁奖电礼 到此结束 我们现在将时间交回给我们开港的现场 OK啦 我们都看完所有的颁奖 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 以及幸运的观众朋友 现在的时间 我们先去看看天气的预告 回来我们再和嘉宾一起来谈谈 欢迎回来澳门开港的现场 现在时间先和我们两位嘉宾先谈谈 现在先和謝生谈谈 你当晚也要看到那个现场的表演 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受 其实那晚如果是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哇 但是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说内容 内容方面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整个澳门的非常全面的一个显示 第一 有我们澳门的元素 第二 也都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元素 比如我们杨婷婷主持 当晚唱的西藏高原 这首歌 我想当晚大家都听得非常开心 另外也都有我们葡萄牙民族的一些表演 所以整个澳门当晚是显示在市民面前的 另外第二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水平 专业水平是非常之高的 我记得那晚我发了一个微信给其中一位表演者 我说余音妖良三日不绝 基本上那晚的水平 大家如果不知道是我们的保安部队 就以为最低限度是一些业余歌唱比赛 甚至乎有一些可能是职业的 因为那晚大家看到是有活力 也都是与时并进的 是将我们警队的一个新的形象 以及其他纪律部队 是一个新的形象 是显示在我们市民的 另外两点我觉得非常之重要的 一点就是拉近了跟市民的距离 尤其是年轻人 因为那晚的表演者大部分都是年轻的 还有一点也显现到我们保安部队的一个团结 的团队精神 我觉得这一点那晚大家也都是看得非常之开心的 明白 那Vicky呢? 谈一下你的感受 还有如果以后我们再继续下去再举办的话 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呢我都是第一次这样去那么近距离观看一个有警察 和居民一起合作的一个大型的节目 给我的印象呢第一创新 第二我更加看到的是我们在 给无论是台前幕后人员的一个用心 因为我想一个那么大型的节目呢 要做很多的筹备的工作 才可以去到那一晚那么大的震撼 和一个成效感 给观众去有一个那么大的意识 更重要的我想最大的 尤其是给市民可以更加感受到就是保安当局的那种承担 尤其是在司长带领之下所唱的这首《大丈夫》 我想这个是最不容易 因为保安部队给我们的印象 或者是我们的意识上呢 根本就是保家为国 那要去做到保家为国给到市民的一个信任呢 我想就是要有这种的担当 和这种的勇气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春晚里面 是完全是一种很新穎的 和一种很用心的一个表现 当然在这个春晚的活动里面 我想最重要的也是拉近了警察和居民的这种距离感 其实在过往呢 大家可能对保安当局的印象 只停留于一个执法的形象 是比较严肃的观感 但是从一个表现的形式去展现 或者是呈现 是我们的保安部队的人员 在不同方面的才华 和他们的一个真情 其实我经常和我的同事说 其实警察收到工都是一个普通的居民 其实不应该是存有一个距离感 但是往往是因为在工作上的 大家的一个分明 而导致了一个距离 但是实质上 在工作中如何去建立这个信任 从而拉近这个距离 是从一个互动中去建立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的形式 是对于警民关系的构建 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的 明白 如果以后再继续扮 你觉得还有哪方面可以再提升一些呢 其实因为这个表演 或者这个春晚是第一次 其实很多的居民都说 很想到现场去看一看 可能在现场的条件有限 所以位置上 未必是隆立更加多的人 所以如果往后 在实质的客观的条件允许的话 是不是可以开放给多些的我们的居民 可以到现场去和我们的警察 或者保安部队的人员 再开展更多的互动 而且在一个形式上 可能可以再多元一些 是不是有一些互动的方式 大家去拉近更加大的一个距离 我想这个都可以从一个 现实的条件 看看是不是可以再去做 嗯 这个都是一个不同的建议 那我们再问一下谢先生 那你觉得你是怎样理解 警惠民族警的关系 那你觉得是要 我们要怎样去加深警民之间的 这种理解 信任 以及以后的合作呢 其实呢 我们澳门过往这十几年 那经济发展是特别快的 那也都见到那个商业活动 是越来越多 也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罪案 也是越来越多元化的 我们见到有电脑的罪案 危机站 网络的罪案 电话诈骗 其实在一个发达的社会 我们所面对的罪案 是窮出不曾 所以我们这个警队 在过往这十几年 我们见到 他们真是不为余力 为澳门的平安 为澳门的治安 是出了很多力的 我们经常都说 警力是有限 民力是无穷 所以在警察和民间 过往的合作呢 我们见到 大家是已经有一个互信 大家对这个警队的尊重 是非常之高的 而我们在去年 亦都听见 司长提倡主动警务 社区警务 以及公关警务 最近我们见到 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在社区的活动方面 我们见到 警察是不断落区 不断跟市民的距离 是越拉越近的 而市民亦都很乐意 跟我们的警察接触 在这方面 我觉得日后多办一些 嘉莲华的活动 游艺的活动 有一些歌唱、舞蹈 甚至乎一些防罪的游戏 或者少年警讯 一般这些活动 我想尽量是要搞到全民佳境 这样我们在澳门的治安 可以更升一级 比奇你觉得澳门的记录部队的形象 又如何去树立和维护呢 其实记录部队对于市民的观感来说 其实是不容许有一点的错误 或者是不同的情况出现 因为其实大家对保安部队的要求 都是比较高一些的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法律的执行者 就是我们是说的执法的工作者 所以如果在对执法的工作者来说 如果本身的那个守法意识 或者各方面都没有一个提升的话 市民的信任就会降低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保安部队的人员 特别在守法意识上 是要更加去着重 因为要树立一个警队的文化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是一朝一夕可以去推动到的 因为始终我们见到的警部队 保安部队的人员是比较多的 要从这么多的人员的组织上去落实到 人人都是保安司 甚至是人人都是我们保安部队的一个形象的代表 这个功夫我想也都是在未来要更加去着重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很期望 在保安部队的发展里面 能够是向这方面去着手 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是感受到 在过去的那几年 保安部队相对以前是有了一个很大空间的进步 当然仍然是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或者是提升的空间的地方 但是我们相信在现在司长的大领之下 保安部队的发展也都是有一个能力 有一个的条件去更上一层楼 在现在的形象方面 其实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警察给人的形象是很严肃 因为他要执法严明 但是对于放了工之后 其实都是普通百姓 或者是在执法过程中 要兼顾一个情理 所以在这个柔性的处理 其实大家都很渴望的 譬如有些州法工作者 可能在礼貌上各方面 对市民好些 或者在一些言语上 当然这件事情 就是靠我们在培训 或者各方面意识的加强上去着重的 去推行的 所以在警察的这个形象方面 我想严肃也都需要 温柔也都需要 正如我们这个春晚的表演 或者这个春晚的演出一样 有铁汉柔情的这种性格 或者是性情 明白 好了 我们现在先听听市民的意见 现在有民众建奥联盟的理事长 陈德胜先生 两位嘉宾主持好 是 诚哥 是啊 阿会长好 你好 诚哥 阿宋议员好 那当晚我也有参加这个晚会 其实当晚的气氛 大家都非常之开心 那从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给我们一个感觉 就觉得这个 现在的警民关系越搞越好 那警民关系来自什么呢 大家一个合作 平日的大家的互动 那从当晚最高 第一个高潮就是说 由司长带领唱这首歌的时候 直接感动到很多的人 那其实 现在三个这个 警区这个理念 那但是我 比较欣赏就是说 我们常挂着后边 一定要上梁正 那现在为什么 现在他们的 士气越来越高昂呢 主要就是说 上面的官员做得好 以身作词 也都带动了 特别 现在 在社会上 社区警务联络机制里面 现在越做越畅信 其实 外面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机制里面做了什么 其实 和这个机制里面 是拉近了 这个警民关系 是不是 警卫民民助警 这个 落实到这个口号的 在这个机制里面 其实 都 合作 都破了很多的案件 那我想表达什么呢 其实整个节目 我都非常地欣赏 但是 刚刚才你说到 好像两位嘉宾那样说 节目里面 可以丰富一些 其实 再来 下一年 可不可以 由市民里面 去大家都组织一个 节目 正式是警民 也都用社区警部联络 自任里面 也都出一个节目 让他们走进警都里面 那个文化 让他们感受到 但是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很欣赏 警察里面 多才多艺 也都让他们发挥到 临犁尽致 那大家 团结一心 其实 最后的 就是我们澳门市民里面 对他们加深了了解 认识 加强了合作 那才可以 我们全澳门的治安 一路一路向好 那这个 希望明年的节目 更丰富 也都希望 警队更加努力 我对这个节目 起码给九十几分 非常好 好多谢 成哥的赞赏 非常之高兴 成哥给了 这么高的分 给我们的台节目 那我们再听听 下一位观众 王小姐的电话 王小姐你好 嗯 主持人好 来宾好 你好 王小姐 我在家里看了这台节目 嗯 杨小姐真的很棒 参与 谢谢 希望你继续努力哈 好 谢谢你 我看这一台节目 确实是 保安司司长 确实要给他一个赞 因为 警民关系是很重要 他组织这场节目呢 也放松了各个警员的看后 就演节目的人 给一个放松 组织他们的年轻的警队的队员 有一个发挥 其实是一个 带着一个好头啊 在澳门呢 澳门公务员队伍这么大 也要实行这种方式 让年轻人多的参与文艺活动 不是管干活 城市干干干 好吧 休息又去参加学习 又参加考试 也得给他们发挥 现在好奇在社会上 都有很多的唱歌啊 跳舞啊 就老年人呢 都有 年轻人也是应该这样 如果文艺工作发展的好 对人心 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文艺方面呢 希望各个基层啊 各个领导 各个师啊 都要组织起来 发挥年轻人的 发挥他们的特产 好奇 杨小姐 你的发挥 在这个节目里 发挥你的特产 不然我们都看不见你 会唱歌 谢谢 谢谢王小姐 谢谢王小姐 我们都听了两位观众的电话 陈先生都觉得以后呢 可不可以增加一些市民互动的节目 我觉得这个题也都不错 还有王小姐呢 就是说到呢 其实应该给多些 给这些警员 发挥自己一个才能的机会 先听听两位的意见 Bicky 其实呢 我很认同两位 我们的市民打来的 那个 讲的说法 确实呢 在 现在的那个 警民关系里面呢 司长是提出了 警惠民 民助警 警民一家 其实是无分彼此 要去达到一个这样的信念 或者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两者应该是互用 亦都是互动 更加是共同一个发展 那所以在今次的节目里面 当然是第一次 仍然是 在下一年仍然是有一个机会 我们期望 下一年仍然是有这个 一个春晚的这个演出 给我们市民 那这个 郑哥所提的 就是加入一个 一个 市民的表演 甚至是邀请到 我们的社区联络主任 这些的成员 一起去共同演出 因为这个是变成了三方了 就是一个互建的一个平台 大家在这个平台上 去互相互动 合作 建立一个信任 甚至是在那个 对往后的工作 也是带来一个延伸的作用 那黄小姐说到的一个 给青年人的一个机会 我也都很认同 特别我们也都见到 黄司长在 现时的保安司的工作里面 也是给了不少的 前线的同事呢 有了很多的 向上流动的机会 所以 对于前线的 警员来说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 因为在以前的流动呢 可能要坐很久才有升职的空间 但是在现在来说呢 已经是在一个机制上 进行一个完善 也都是加快了 他们在这个上升的 这个职位的空间 和数量 那我这个觉得 对整体的保安部队的人员来说 在香港的士气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正如春晚这个演出的机会一样 其实在刚刚我看到 听长的发言呢 都受到很大的感动 其实通过这一次的演出呢 对于演出者 或者是没有演出的 保安部队的人员来说呢 其实在士气上 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他们自己在心里面 由心发出的那种自豪感 公榮感 我想这个不是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的 而且这种的荣誉感 带来的是 对他工作上面 是更大的一个肯定 和鼓励 更大一层的是 鼓动他们在工作上的积极性 那这个对于我们澳门的保安的事业来说 是很重要的 明白 多谢你 逼其说得非常之厉害 我觉得其实 多些参与这些社会的活动 多些和市民沟通 对以后的工作 其实是有尽快的帮助来的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 看看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听听市民的意见 好 欢迎回来营祥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横洋警队文化深化警民关系 这个话题 那谢先生都听到两位观众的意见 你都想先 可不可以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 作为纪律部队 当然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归属感 也都是 大家是有各自的崗位 那当然 如果越多纪律部队 对于参与一些活动 大家也是对自己和部队 是更加有归属感 但是也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参加 因为 其实过了那一晚 平安毫光之后 和很多纪律部队的朋友聊天 他们大家都不约而同 是觉得 原来我们有这么多同事 都是这么有天分的 他们也是对自己的部队 感到自豪 感到归属感 市民方面 我觉得 如果加强参与度 尤其是年轻人的参与度 那当然 这个也是非常之好 但是我们 更加也都要明白到的 就是 纪律部队 也都有 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崗位 所以 适当地来 做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合适 但是 当然 不可以说全部的资源 都扔掉下去 我们看到 主动警务 是 警方 踏出第一步 伸出手 再走入社区 推行社区警务 将两者之间的距离 越拉越近 所谓公关警务 我们看到的关系 是在建立 以及越来越密切 但是 也不只是 一个公关 那么简单 我们看到 纪律部队 最近这几年 无论在士气方面 资源方面 纪律方面 他所做到出来的成绩方面 都是值得澳门的市民 骄傲的 我们看到 譬如在大厦方面 住宅方面 澳门有21万个住宅单位 有高层 有低层 也有新楼 有旧楼 一般澳门的楼宇 楼宁比较高的 是很多的 所以在 执行警务工作方面 其实是特别困难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纪律部队 是迎难而上 在这个物业管理界方面 我们在过往这十几年 不断与警察方面 是合作的 亦都是 这个合作是越来越全面 越来越深入 亦都是尽量 将警察 将市民 和物馆 我们三位一体 来处理澳门治安的问题 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市民 应该是要多谢 我们的纪律部队 亦都是见到他们 是每一次 是迎难而上 是继续为我们市民来服务 在这方面 我觉得真的要值得 大家向警队致謝 好 或者我们现在都是 继续听听市民的电话 现在有 執截大律师 熊永坤先生在线的 熊律师你好 你好 熊律师 我知道你以前都是警察出身 那你觉得 警队文化 要怎样去建设呢 对这几年 或者最近这两年 其实警民的关系 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亦都是大家的评论 都是向着正面的一个评价 其实最主要 其实我们是觉得 应该建立一个服务型的警队 和執法型的警队不同 因为私人的企业有服务 公共部门也有他的服务 包括警察方面也有服务 因为服务是要用心去服务市民 令市民本身和執法人员之间 日常工作里面都会拉近距离 警务关系 除了宣传 还有一个日常執法方面 或者日常巡逻方面 大家用一个心去对待市民 还有市民又用一个心去对待警员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同关系 当然不是每一样工作都得到市民认同的 有时可能会产生了一些矛盾 包括例如抄牌 那你不抄牌的 一定会让一架车 肯定乱按摩的 那些市民面对抄牌 也都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有时警务工作里面 当然有矛盾也都有互相牵袖的情况 当然在警察的质数不断提高的时候 市民的心理质数 或者应对这些违法情况被处罚的质数 也应该提高的 应该是检讨自己不应该去为例 从而大家可以建立更高的一个警务关系 那其实在今次的晚会 也可以带出其中一部分的警务关系的优化 也都可以尽量去成为所有的前线 去体会到慢慢建立一个服务型的警察文化 这个才是由市民所期待 好 多谢洪律师的意见 那我们再听听下一位观众 邪小姐的电话 邪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邪小姐 那那个春晚我见到大家特首 市民和警员 大家都很开心地在一起 还有我都很希望澳门能够继续和谐 警民合作和互相尊重 这个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香港濫用警权 那就不太好了 所以澳门始终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我希望就算有机会市民去游行 警察维持别墜 都希望能够互相尊重 不要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这个警民关系会更加好 好 多谢邪小姐的意见 邪小姐也是希望和谐社会警民一家一亲 那我们再听听下一位观众余生的电话 余生你好 主持好 嘉宾好 你好余生 我想讲讲澳门街的警民关系 以前这么讲回归之后 的确实是好了很多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好主要原因 就是本身警队自己在进步 不断地提升 自我提升 另外一个是很重要 真是很重要 就是最高的管理层 就是长官之长 是怎样看我们的队伍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正正是因为这样 不单止得到社会 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包括长官的支持 那个队伍才能够去发挥 我应该想讲讲就是说 现在有些时候 市民居民 有时不满 对警队有些不是那么满意 其实不是来自于警队本身的服务 也不是他们本身的格格 而是来自于法律制衡 很多市民出了事 就是叫做 有些案件 他们去报警 不愿意报警 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 法院 那些超慢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次 就是几年前 我去 就是我自己 有个活动的时候 被人当街长夜 接着报警很快 指安警来到 就是搞定了 接着很细致做好工作 接着拖了一年两年 我都不在单位做事 离开了 接着法院叫我做 搞完一轮 搞完一轮之后 上到个庭 接着呢 我 那个 当年帮忙那个 就是有份 就是处理案件的警察叔叔呢 都在现场的 又在个庭口等等一大轮 最后一个 那人不知做什么呢 最后说 那个人无罪释放 喂大哥 我没所谓 是不是先我辞住 那个警察叔叔又在那儿浪费时间 就是这些事情 喂大哥 我以后下次怎么搞呢 所以我 我应该再勤努一次 警察部队做得很好 现在有时的责任呢 是那些 司法啊 或者法律啊 怎样改革 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谢谢余生分享了你各样的一个经历 那我们都想听听 逼其先回一下 几个观众的意见 首先很多谢几个市民的意见 特别在 謝女士那个的意见 我是很认同 警民的合作的关系 是需要大家的一个 互相尊重 亦都是一个互相的諒解 事实上 警察作为一个执法者 去执行一个公务 去执行一个公务 可能会对市民去进行一些的处罰 但是 这一些的处罰 或者我们法律所制定的这个制度 为了的是更大的保障 居民的一个生命安全 所以才去设立这些的制度 所以警察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执行者 是他工作上必需要做的一件事 但是作为市民来说 当然受到处罰 心里面我和很多的市民一样 都会是心痛 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但是从一个更加广面去看 事实上这些的警察 其实他也是因为要保护我们 想维护我们的权益 他才会去做这个执法的工作 所以要从一个互量互解 或者是将心比己的一个角度 去互相一个体验 互相一个尊重 才能够是促进大家一个 警民关系的信任和合作 洪先生所说到的一个 建立一个服务营的警队 事实上在现时的警队文化里面 现在已经是大大在 向这个服务营的警队去埋进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 警队是一个执法的部队 所以执法的部份仍然是需要坚持 而在服务营 我相信在普通的 或者是现时的执法的工作里面 是有些的地方可以改善的 譬如言语方面 因为好像抄牌 或者是你看到一些违驱的 一个泊车的情况 有司机在那里 可以言语之间收是好些 先生 麻烦这里是什么地方 不可以泊车要移走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在态度上 可以灵活一些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在警队方面 仍然是可以提升的地方 因为事实上 警队是很多人 要做到人人都有这个意识 不容易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所以在未来 我也是觉得 保安部队 更加要注重这个 质量的培训 特别司长提到的三个理念 这三个理念 我觉得 比较核心的点 都是我们警察的这个主体身上 如果我们的警察这个主体 是有质量 是有一个水平的 在三个理念的贯彻 是可以得到很全面 甚至在那个成后方面 是令到我们 是一个更好的成后 都不顶 所以最重要 都要回復 警队的这个素质 明白 那最后的时间 给予借生总记一下 其实我们澳门 作为一个国际的旅游城市 我们市民的安全 和我们旅客的安全 都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我们看看 我们澳门过往 这几年的犯案的数字 和邻近地方 或者和其他的旅游城市 比较 我们澳门犯罪的数字 其实是比较低 不论是对旅客的罪案 或者本地居民的罪案 都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我觉得 是我们政府方面 和警队方面 是放了足够的资源 下去这个防犯罪案方面 有一点我觉得 可能澳门 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借监其他一些城市 是考虑设立一个 旅游警察的队伍 这个不论是在帮助旅客方面 或者是做一个旅游的公关方面 都是比较有效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考虑 刚才有一位洪先生 提到服务型的警队 在这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培训 而在培训这方面 我们也看到几类部队 最近不论是在技术方面的培训也好 在服务方面的培训也好 都是已经落足一个资本 亦都是培养了一个文化 在这方面我希望继续 另外 謝小姐提到 要珍惜澳门的和谐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过往这十几年 我们经济发展特别快 经济发展快的时候 当然亦都出现瓶颈 有瓶颈的时候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 脾气比较差点 但是最重要是沉住气 为我们澳门的长远将来 是大家努力的 今晚的时间差不多 多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如果想知道 是不是自己中了奖 留意我们的官网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 就好了